火影手游对淘朗博人的战阶进行了一波优化 之前我还以为是bug呢 但后来我才反应过来这应该是一种优化 然后这个五颜六色屏幕就好像花掉一样的效果 就是优化之后的效果 有兄弟也发给了我之前的效果是这样的 没有这种五颜六色以及花瓶的特效 而我去看了它的原始战阶是没有这种效果的 而这个战阶特效需要在高招上线一周之内招募整卡才能获得 而这个战阶比原皮更加出色的特效 会不会是官方鼓励大家秒整卡的一种手段呢 另外也有兄弟跟我说这个游戏更新之后 子狗的技能存在特效丢失的情况 就比如说这里它的这个须左感觉好怪 就是破破烂烂的突然就消失了 还有兄弟发现它的雷电特效也有些奇怪 这颇有点像我之前盘点的一些忍者的山寨大招一样 就是怪怪的总感觉缺点什么 这些兄弟都是把特效开到了最大 仍然没有什么改善 我转念一想 这会不会是火星手游官方对于那些低配置手机的特殊优化呢